最后的40小时 狮子王筋疲力尽遭斩首 愤怒的民众聚集在诊所外高喊口号 美国牙医帕莫本月初聘请猎人 非法猎杀星巴威万鸡国家公园 明星动物狮子王西塞尔 帕莫位于明尼苏达州的诊所 本周三起开始大门声索 抗议民众在门外堆起纪念西塞尔的物品 星巴威当局指出 帕莫等人先以动物尸体将西塞尔诱出保护区 吃弓箭射中西塞尔腹部 负伤的西塞尔逃亡40小时 最后筋疲力尽遭他们开枪击毙 剥皮并砍下尸头 涉案的猎人周三已获交保 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5年的牢狱 而付钱猎杀西塞尔的帕莫 事后已惊人间蒸发 行踪成迷 东新闻总和报道 苹果募集100位爆料同名 每月独家爆料两则以上照片或影片 如采用当月就发2万元奖金 爆料拿奖一举数得 照片1000影片2000元 每周点阅出最高再送奖金5万元 村民监督社会从爆料做起 爆料请打电话或用APP电邮等各种方式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